欢迎回来水星新闻的现场 新闻介绍来看是 二条厢公司对日空19年 收到来结合到民间团体 提供健康的小点心 给向您的学校 学生和老师都很开心 公司营出决定对日空20年开始 主要经济 办理顺会发行 健康健康的小产店 今年也开始顺会到 赞兴六亿国中小学来发行 二条厢公司的女儿跟说 向来有六亿国中小 就有五亿十五亿 有保人定的平衡地区 中定以下好好 在社区差距的健康之下 属于平衡地区的子女 跟青少年 在学校的道路上比较辛苦 希望照到这种活动 可小孩感受的来自外界爱到关怀 二条厢公司 社会客厅公司的女儿 有机子 一同一九年 是跟民间团体合作 赞兴三夫现场做麻糬和奶酪 今年赞兴三夫作为 泡芙和牛奶 今天我们一足乡公司 健康小点心 从昨天开始就开始发放 因为一足乡是属于教育部 边类的偏乡小学 相对的资源就比较少 而且小朋友享受的权利也比较少 公司基于这点 希望说能给小朋友一点爱心 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到各个学校 去发健康小点心 希望让小朋友有一点温暖 不要让他们感觉到说 偏向的小朋友 真的就是比较跟大城市的 那个小朋友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所以希望小朋友能吃的健康 吃的快乐 大家一起努力 杨森佑表示 今年因为新冠疫情 很多活动都应急 也才是停班 订阅为了准受到小孩 约定 选择疫情苦患的幸灾 办理顺悔到六经国中秀 每年办这种活动的经费 虽然不到十万块 所以可以让小孩得到关注 也鼓励学生 介绍自己的家人 认真学习 未来如果有领力 应该会开到奉献社会 尽闲博恩祝贺行 以这乡猜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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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帅国難以殊 对视苍得化 sem 逢違logo